我們有一個癌友 就是淋巴癌四期腦轉移 很嚴重 過了三個月 他再回去檢查 醫生一看到那片子就很好奇說 就很驚訝說 你快來看快來看 你到底做了什麼 神奇完全不見了 他當然看不懂 不過他說 我聽到那一刻很想跳起來 若不是在整間 就太高興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天 大家都想知道 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抵禦癌症 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是養生達人陳月卿老師 他的先生肝癌開刀後沒有復發 也見證了許多癌症患者 成功對抗癌細胞 大家都很好奇 他是怎麼辦到的 想抗癌到底要怎麼吃 歡迎陳月卿老師 嗨小天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您過去其實也是媒體人 也是主持人 那如今你又是養生達人 其實這個契機是從您跟先生 合力抗癌多年開始的 對嗎 對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常說我有兩個老師 其中有一個老師呢 就是白老師 他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老師 限定了很嚴厲的時間 因為19 大概民國80年 1991年民國80年 我先生42歲 去做生平第一次健康檢查 就醫生沒有用儀器 用手一摸 就發現 他有一個很大的肝腫瘤 趕快照了一個超音波 發現果然是肝腫瘤 還好他的位置很好 有一層膜包著 而且呢 是可以一刀切除去的 很乾淨的位置 那醫療團隊也很用心 不過切完之後呢 最怕會復發 就是癌老師給我們設定的一個很嚴格的目標 所以我們從那時候開始 攜手抗癌 那目標當然第一個就是度過兩年 第二個是度過五年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很幸運的一開始就發現 第一把鑰匙就是食物 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良藥 這是我看的第一本書 他認為說你吃比如說過多的肉類 就會引起癌症 或者很多的其他的發炎性的疾病 那我先生正好很愛吃大魚大肉 很少吃蔬菜水果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啊 對對對對 更不要提什麼五穀飯 這類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 以前吃太多的 現在要吃少一點 以前吃太少的 現在要多吃一點 所以我就把他的飲食比率 蔬食提高到80% 那昏食呢降到20% 當然我的先生臉色很難看 吃不下去 那怎麼辦呢 正好我有朋友 叫我去聽一場演講 那個演講呢 是美國來的一個傳教士 叫安維格摩爾 他本身呢也有癌症 後來呢他就用一種飲食方式 來治好了自己的癌症 那他很有愛心 他覺得說應該幫助更多人 所以他就在他的那個傳教的地方 設立了一些shelter 就收容所 收容那些無家可歸的人 或者是病重的人 他也沒給他們吃什麼藥 沒有想到很多人健康就有改善 所以他就四處到世界各地宣揚這個福音 因為他是傳教士 那我正好聽到了他的方法呢 就叫blending 很多人都問他說安博士為什麼你的食物都是生的 他說不是我的食物不是生的 是living food是活的 那很多人說為什麼都是blending 好像那個講的泥泥的 他說因為blending是保存營養 然後又有助於消化吸收最好的方法 給我一聽就獲得了靈感 回家就吃不下的打壓打來吃 但是我先生就這樣給我吃 他知道我是愛他 所以去做這些飲食的革命 但是他實在覺得不好喝 幸好我又看了另外一本書 如何擊退癌症 他就告訴我們說要喝全食物 因為這個作者呢 他是一個癌症院所的副院長 他本身也是一個營養學的博士 他就說 蔬果可以抗癌 在那個時候已經得到證實了 所以他說在我們的這個醫療的院所呢 我們都是每天給他們喝定時喝蔬果汁 但是他說一定要喝全果汁 我那時候沒聽過全果汁 但是他說喝一杯全果汁呢 就可以取代八杯榨汁的營養成分 我一心有這麼好的事情啊 因為我先生都不肯喝 那一喝一杯就等吧 算CP值很高 趕快就去買了他書中推薦的 他書中還推薦說有一部那個調理經 就是完全為了要取得全食物的全營養而設計的 這麼好的事趕快買了 買回來以後第一個好消息就是 我先生說 欸 精力湯變好喝了 那我就當時把它取名為精力湯 吃了 喝了很有精力 那我們就這樣一直喝下去 很多朋友都問我說 你怎麼那麼有毅力啊 我說因為我如果一天不打 我先生就會回來跟我說 哎呀今天沒喝精力湯 好累呀 我一聽好緊張 因為那個癌老師很嚴格 所以就每天精進不斷的打 然後也研發了很多的事故 那非常的奇妙 我先生在這個過程中 從每兩三個月檢查一次 後來是每四個月檢查一次 每半年檢查一次 每一次都安全過關 而且呢 他完全也沒有慢性肝炎 或者肝硬化的現象 這是很多肝癌患者 常常會有的一些狀況 然後更好的是 在2018年 醫生告訴我說 他的那個 鼻肝帶緣 也就是造成他肝癌的 原胸 鼻肝帶緣的病毒 就完全不見了 哇 這很厲害 對 其實不只我先生喔 還有一個我的鐵粉 他的先生也是醫生 因為他先生也有鼻肝帶緣 而且病毒量很高 所以他就效法我 每天打精力糖給他的先生喝 那他的先生 就是起先就是病毒量下降 他的同儕就去問他說 你是吃什麼藥 大家都很好奇 對 很好奇 想知道他吃什麼藥 後來呢 他就說我沒有吃什麼藥 我吃的是食物喔 讓他們大失所望 然後後來到了那個 在前一陣子他又告訴我 連鼻肝病毒也不見了 那我的志工大隊長 前幾天也告訴我說 我老公的那個 鼻肝病毒也不見了 他老公也是有糖尿病等等 那他也是用精力湯 來幫他調整健康 沒有想到他的鼻肝病毒也不見了 所以可見 這是一個可以幫助大家抗發炎 特別是會肝的健康 很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老師其實見證很多 成功打擊癌細胞 然後也調整自己身體健康的例子 那老師您自己呢 您自己過去 是不是也有一些大病小痛 然後也是靠著精力湯來調養 的確是喔 我還有另外一個老師 除了癌老師 我另外一個老師就叫亞健康 我就是一個亞健康的人 因為我從小呢 就是平血 我也是B肝帶原 也是從媽媽醫生下B肝帶原 所以蛋白質吸收不好 所以從小就是很蒼白 很弱 又不喜歡運動 所以免疫力很低嘛 就很容易生病 我媽媽說大概風一吹舞就倒了 所以我後來又當了這個壓力很大的 這個電視新聞工作人員 而且我是目前幕後一把抓 生活很緊繃 也當主持人 也當製作人 對生活壓力很大 而且我很喜歡追求完美 所以就把自己逼迫到極致 把體力用到極致 以為身體是有不壞的 結果呢 我就常常會 每天起床不是頭痛 就是腰痠背痛 胃造三寸再痛 常常感冒 常常腸胃炎 所以我每天去上班的時候 就要帶一包藥 然後我如果出國出餐 那打包的藥就更大包 我先生當年他跟我說 他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娶我 那我也去做個健康檢查 因為我先生說 他說為什麼他不想娶我 因為他覺得我是一個藥罐子 我為了證明自己是不是藥罐子 我就去找醫生見見 醫生說很好啊 你很健康 我說可是我很健康 為什麼我每天那麼難過 要吃那麼多藥 他說可是你的肝腎指數都是好的 他說這些指數是好的 就代表你是健康的 我當時就對健康打了一個問題 對健康到底是什麼 對 如果指數好 那就代表健康 那萬一等指數不好了 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就想要改進自己的健康 但是你知道這些小病小痛 雖然讓你不舒服就不會死 雅健康沒有逼我立刻去採取行蹤 但是我先生的矮老師 就給我很大的動力 那我的雅健康有一個好處 因為我身體就這麼不好 所以我只要每嘗試一下 我覺得很棒耶 像精力湯我一喝 我的胃就不痛了 過了一段時間 奇怪 我的疲憊感沒有了 再過一段時間 變變很順暢 皮膚變好 我差不多有七年 從來沒有練過健保了 對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體質 反而是讓我很容易去嘗試 各種養生方法 對我好不好 所以後來我就 最近就出版了 《時時刻刻為養生》 也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些年來怎麼樣照顧自己 怎麼樣照顧先生 甚至怎麼照顧癌友 我們有一個癌友 他是 腦 就是淋巴癌四期腦轉移 很嚴重 對 醫生一發現 就立刻給他做化療 做了四次化療 從最輕的打到最重的 結果腫瘤絲毫紋風不動 你知道嗎 他有3.5公分 那就3.5公分 好好的在那裡 醫生說 化療對你沒用 那我們停一下 休息一陣子來做放療 放療做了32次 然後腫瘤呢 意思意思小了0.3公分 好辛苦 我們這癌友很樂觀 你知道嗎 也很有信心 他說腫瘤既然會小 既然會小 那一定還有別的辦法小 化放療無效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找 還有什麼別的方法 就找到癌症觀懷激經會 那發現我們是用飲食 幫助癌友在抗癌 或者避免轉移和復發 所以他趕快就來報名 可惜我們就讓他等了兩期 足足等了一年才報到名 因為當時名額太滿了 然後他報名參加了以後呢 非常用心 這個40歲的大男生 沒有下過廚房 沒有上過菜場 可是我們教他每天要打兩杯 而且要寫飲食紀錄 要趨近於這個營養師給他的黃金密碼 就是每一個人不同的飲食的配方 你要吃到量身打造的 量身打造的 你的份量 他很努力的做到 他說我早起兩個小時 每天努力做到這些才去上班 因為他這麼努力 而且這是他最後一根稻草 他就是滿懷信心 所以他在我們那邊上課期間 他的體重就從50幾公斤 慢慢恢復到60幾公斤 恢復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 對 慢慢逐漸恢復到70公斤 他就非常的開心 因為如果你體重會增加 你的癒後就會更好 你的康復的前景就可期 所以三個月受訓期滿了 然後他就去做 剛好是追蹤檢查 結果醫生一看以後就說 好消息耶 又少了0.4公分 比化療效果還好 然後過了三個月 他再回去檢查 醫生一看他的片子 就很好奇說 就很驚訝說 你快來看快來看 神奇完全不見了 他當然看不懂 不過他說 我聽到那一刻很想跳起來 如果不是在整間 就太高興了 他現在已經超過五年的存活去 還非常健康 那最近呢 他又要開始 因為他是一個秘境導遊 日本秘境的導遊 他說最近呢 疫情結束以後 他又要開始帶那些VIP到日本 去從事秘境導遊 他原來曾經不抱希望 把他所有的財產給他的哥哥 因為他原來是希望給他媽媽買一個房子 所以他拼命工作 就失去了健康 既然沒有辦法 就請他哥哥 沒有想到 他到現在還可以繼續的做他的行業 還有機會圓他的夢 其實他等於是說打造了自己的健康體質 然後再去搭配治療 可以讓效果直接放大再放大 是我覺得他的例子是告訴我們 即使你已經劃放了無效 你也不必悲觀 因為人的免疫力 治癒力還是存在那裡 你給他適當的營養 他就會也走上自我療癒的過程 那在美國現在有專書在研究 為什麼很多人要時往下可以自我痊癒 當然要有一些條件 我在我的新書裡面寫得很清楚 那不過同時我們在我們的癌症關懷基金會 我們一直是鼓勵是你要正統治療 在同時加上飲食 兩個要並行 這也是現在癌症治療的趨勢 他們發現有正統治療再加上飲食的改善 那你的病會好得更快 癒後會更好 老師如果對於現在想要 改善自己亞健康狀況的人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有什麼事情是你現在就該做 它可以影響到你往後20年30年的健康 對 我先生其實在肝癌的時候 我們做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改善飲食 一個就是改善睡眠 我覺得這兩個是最關鍵的 因為睡眠是我們修復的時間 所以你如果沒有睡眠的話 你體內的這個醫師 他們就說我們有個最棒的醫生 在我們體內就是自癒力 然後自癒力還有免疫力 復原力等等的修復力 對 那如果你沒有你自己的那個是好好的休息的話 他根本沒有時間去幫你修復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從一眼貓子 每天晚上2點睡 就提早到10點睡 好 那當然現在又不太附魔 但是我們都不敢晚於11點半睡 11點 11點半睡 現在人要做的事情好多 就是一不小心就不小心 12點多 1點多才睡著 對 千錯萬錯都是手機的 對 要不然就是現在劇太好追了 這兩個我都不做 所以我也不追劇 然後我也晚上9點以後 我也不看手機 這樣子就比較容易好好的睡眠 然後當然我先生也把那個香檳酒借了 他沒有冰 香菸檳榔酒 他有抽香菸 我們國家很可笑 就是在當兵的時候 以前都會發香菸 所以他從那時候養成了抽菸的習慣 然後那個酒呢 就他酒量很好 常被抓去擋酒 可是離愛以後呢 他抽了22年吧 怎麼戒都戒不了的菸就戒了 然後酒也是滴酒不沾 我覺得這個戒香檳酒也很重要 這也是養成健康體質的開始 對就是戒除不良的習慣 然後改善睡眠 改善飲食 然後我覺得心情也很重要 有一個好消息 你吃對飲食 你的心情也可以改善 因為飲食呢可以幫你抗發炎 同時也可以幫助你 改善你的心情 讓你分泌比較多的好的耳朵 讓你減少壓力耳朵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舉兩得 然後當然心靈也很重要 我常說心寬一寸 病退一丈 怎麼樣去紓壓 我的書裡面有很多的方法 包括洗澡啦 或者是靜坐啦 或者是轉念啦 這些小小的方法 都可以幫助你隨時隨地 減除你的壓力 其實我有看過很多研究說 壓力其實會殘害身體 對身體造成很多的壓力荷爾蒙 但是如果你心情好的話 你確實是免疫力是有辦法提升的 的確是這樣子 其實為什麼現代人憂鬱症那麼多 跟飲食不正確也有關係 你的飲食不正確的時候呢 你可能壞菌比較多 所以就促進你的肠胃就在發炎 所以你肠胃發炎的時候呢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分泌血清素 還有製造血清素和多斑 因為90%的血清素 50%的多斑 當然是由你的腹部的腹腦 還有你的腸道一起共同製造的 當你沒有辦法製造的時候 當然你的壓力就會大 然後現代人也常常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的時候呢 你的壞菌也會多 所以很多人這時候就會很想吃什麼 高糖的 對不對 蛋糕啊 心情不好就想吃甜食 對 那就是因為你的腸菌 這時候壞菌當道 所以它就告訴你 它就會影響你說應該要吃點甜食 因為它要讓它自己的地盤更擴大 所以你這時候如果去吃了甜食 那糟糕了 它的視力更大你就更發炎 然後你就製造更多的壓力 然後倒是我們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百分之七八十的免疫細胞都在裡面 所以你把腸道照顧好 你也可以改善你的心情 那你也可以改善壓力 然後也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還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很多人現在很怕 PM2.5 空污 空污 對不對 那是沒有辦法 只要有呼吸就一定會吸進這些壞東西 它就會造成自由基 然後就會慢慢發炎 然後發炎的極致就是癌症 多吃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的蔬菜 花椰菜這種 高麗菜 十字花科的蔬菜 來打精力湯 就可以幫助你也抗空 是不是很棒 對 詳細精力湯要怎麼樣選食材 我們在之後的節目再分享給大家 好的 所以像今天老師說到的 改變舊習慣雖然有點痛苦 但我們可以慢慢來一天一天開始累積 新習慣養成了 身體也就跟著煥然一新 今天謝謝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謝謝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最近通知喔